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4年01月14日 日本时应越南 周日晚上 亚洲杯分组赛友好戏上演 届时游记组的日本队阵越南 日本在该小组的实力独一党 并且球队已经保持了各项赛事时连胜记录 状态稳定且纸面实力更胜一筹的日本 是一曲胜无难度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日本实力强劲 FIFA世界排名第17 在亚洲则是独占凹头 本届亚洲杯身价排行榜 日本也是遥遥领先 过硬的纸面实力是球队赢球底气 队内多名屡欧球员 包括上田启士 前野拓摩 伊东纯也河南野拓石等人都具备不俗的个人实力 凭借当下的阵容 日本足以轻松应对分组赛阶段 球队进攻端颇为强势 在过去四场各项赛事中 日本单场至少能攻入五球 并且合共仅施一球 而最近两场正赛世界杯亚洲区外围分组赛 日本分别对阵缅甸和叙利亚 球队小事牛刀踢出了德师球比和继时比0的攻防演出 其中上田启士不仅连场入球并且还贡献了当中一半的数据 而伊东纯也更是承担场上演助攻大四席 队员配合默契 犀利的攻势令对手难以招架 综上所述 金铺面对平庸之师越南 日本全取三分在即 越南近年来确实有所进步 球队的小快零战术体系也越发成熟 不过由于实力好极有限 在亚洲也只是平庸之辈 与上述日本相比差距颇大 越南阵中球员大多来自本土联赛 球队进攻端地以仗软文权 也只是在南定效力 薄弱的班底预示他们本届赛事并不会轻松 而且越南队使合共参加过五届亚洲杯 包括本届赛事 该向数据仅为日本的一半 经验上的差距难以弥补 另外几对过去五次与日本交手遭遇一合四负的劣迹 负率高达八成 可见只要对手正常发挥 越南基本没有暴冷的可能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